嗨,我是寶可夢 今天呢,我收到了富邦追運世界卡五張 然後還有Priority Pass的卡片喔 那我們今天呢,就來開箱給大家看一看吧 就開始囉,有點期待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這個開卡函 大家來看一下,這個卡片呢 我把這個關鍵資訊先把它遮起來了 你的卡號 然後還有你自己本身的額度 然後還有你的結帳日期 然後還有當然是這一張卡片囉 那它的背面呢,一樣,開卡的相關資訊 台北富邦的尊譽世界卡呢 其實算是國內頂級信用卡裡面呢 算是數一數二好的喔 這也是我今天為什麼要做節目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雖然說是有點霧面喔 但是它那個Logo 然後還有它自己的Emporio這個字呢 其實是有點金光閃閃的 蠻具有質感的 那它的背面呢,是沒有任何的UO卡 電子票證的部分,所以就是很單純 那另外一張呢,Priority Pass 你只要申請銀行的頂級卡 它就免費送你一個PP卡的匯集 那你拿到這個卡片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上網去登記 註冊之後呢 你只要出國 就可以去貴賓市免費使用 有興趣的,你可以掃我們中間這個QR Code 你就可以去看到官網的更多詳細介紹 這張卡片呢 在國內消費是1%現金回饋物上限 海外的部分是日本有3%的現金回饋物上限 其他地區就是1.5% 這個回饋怎麼感覺起來比聯邦極二卡還要差 但是呢,這張卡片厲害的地方還在後頭 比如說,它有機場接送 機場貴賓室 甚至機場停車 然後還有旅行平安保險 甚至市區停車 它的權益都很不錯 我們依序為了跟大家介紹 我們來看看富邦尊玉世界卡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優惠 第二個呢,是免費市區天天停3個小時 啟動條件呢,前一個月只要認售一筆不限金額 搭配行動支付也可以哦 6次的機場接送 這個是單程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出國3趟 剛好6次可以用完 還有12次的機場貴賓室 或者是機場套餐的兌換也是可以的 它的啟動條件都很簡單 只要在使用之前90天內有刷全額機票 8成以上的團費達6000元 就可以使用這個服務了 5000萬的高額旅行平安保險 跟高鐵購票88折 前一個月賬單需要刷到6萬塊錢 門檻就不低了 拿這張卡片呢 去台北富邦的任意分行 只要刷過去 就可以享有優先服務的這個叫號權 就可以插隊啦 拿來講保費有回饋嗎? 當然是有的 有0.5%現金回饋 或者是最高12期的零利率二則一 這張卡片的回饋 沒有像台北富邦J卡那麼高 所以你一樣可以刷台北富邦J卡 也可以計算進去 這一張世界卡的消費門檻 接下來跟大家聊聊刷卡回饋的部分 活動期間是1月1號到12月31號 國內1%海外其他地方1.5% 日本則是3%的現金回饋 如果你覺得這個回饋不太高的話 你可以刷J卡 一樣是記錄世界卡的消費門檻 你可以在國內刷J卡 至少有2.2%的點數回饋無上限 前提是你需要用富邦數位帳戶來扣角卡費 才能夠拿到這樣子的回饋 在日本跟韓國的話 最高有3%的LinePoint點數 回饋無上限 有登到就是多2% 那每一季可以拿到500 如果你一年刷36萬 用J卡刷 乘以2.2% 至少可以拿到7920點的LinePoint點數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掃QR Code 來申請J卡 下一個是市區停車 這個市區停車 也是我個人覺得 這張卡片非常非常棒的一點 活動期間是1月1號到12月31號 不都房台灣聯通的連鎖 市區停車 每天一次每次3小時免費停車 前一個月呢 需要有新增一般消費 適用的卡別有 富邦Emporio住院世界卡 日盛無限卡 跟日盛商務預洗卡 前期的帳單 如果沒有一般新增消費的話呢 每一個小時會收30塊的作業處理費 一定要刷一筆哦 機場接送 我個人覺得 它的啟動條件也非常非常的和善跟親民 活動期間是1月1號到12月31號 一年呢送你6趟的單趟機場接送 你用Emporio住院世界卡 富邦世界卡 或是富邦無限卡 日盛無限卡 日盛商務預洗卡 做機場接送 使用前的90天內 刷付當次機票 含國內的全額 或者是旅行社的團費8成以上 而且達6000塊錢 那你就可以去叫了 那它的接送範圍很棒 松散的話呢 新竹線是以北跟宜蘭線都可以叫 如果是桃園國際機場的話呢 台中彰化線還有南投線以北跟宜蘭線都可以叫 從彰化就可以直接搭車到桃園 然後這個都不知道多少錢了 那如果是台中國際機場就是 新竹縣市到嘉義縣市 高雄國際機場的話呢 就是從台中彰化南投以南都可以叫 如果你自己本身不常出國的話呢 你也可以換高爾夫球的擊球優惠 以下這些通通都是可以做兌換的 有興趣你可以看一下 機場貴賓室台北富邦銀行提供的機場套餐 退換我覺得算是一個很不錯的亮點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喜歡去貴賓室人幾人 他選擇呢可以讓你做換餐的動作 你只要在使用前90天內呢 有支付當次的機票全額 或者是旅行社團費8成以上 而且單比達6000元 你就可以免費使用兩次的機場貴賓室 或者是機場換餐 機場貴賓室一定要本人才能夠使用 如果你去兌換機場套餐的話呢 你可以一個人兌換兩份 然後你跟你的親友都可以吃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算是蠻不錯的 如果你要去新貴賓室Priority Pass的話呢 就是桃園機場的第二行下 Oriental Club Launch就可以使用了 旅行平安保險 各家頂級卡都提供很高額的服務 比如說5000萬的公共運輸工具期間的旅行險 還有100萬的傷害醫療險的部分 還有1000萬的海外全程平安險 但是呢你都一樣要刷這張卡片 打全額機票或者是8成以上的團費 那如果你是用里程換票的部分的話呢 這些權益是沒有辦法享有的 高鐵優惠的部分 88則雖然說非常的吸引人 但是呢他前一個月要刷到6萬塊錢 本活動僅限於全票 如果你是敬老愛心或海東票 他就不符合規則了 如果你真的很常搭高鐵的話 我會建議你使用台北富邦的Costco聯名卡 前一個月只要刷1.5萬元 包含在這個Costco的店內消費 當月買高鐵票就有12%的回饋 原權益1%加上11%加碼 每個月回饋上限550 所以你回推大概是刷5000塊左右的高鐵票 都可以拿到88則 我覺得這個比尊域世界卡還要好 有一個問題 怎樣才能夠取得這個尊域世界卡呢 來跟大家講一下他的門檻到底是什麼 限定本行邀請之貴賓申辦 歡迎恰群您的理財專員或是專屬服務人員 所以一般人如果要主動申請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的 一定要透過理專來申請 請你放300萬到台北富邦 成為白金理財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向你的理專申請了 300萬要放多久才能夠生效呢 要放6週 系統就會幫你升級為白金理財會員 那麼你就可以提醒你的理專 說你要申請這張專屬世界卡 那富邦白金理財會員有什麼權益呢 這邊你可以看一下 跨洋提款100次啊 然後自動化通路轉帳5次 7項國內作業交易 每個月有3次的減免等等的 所以這些優惠呢 你都是可以額外附加使用的 如果你想要申請這張專屬世界卡 就請你先準備好300萬 而且放一個半月之後呢 就可以請理專幫你申請囉 那怎麼樣才能夠減免專屬世界卡的年費呢 這個環節也是非常的重要 他的年費呢 是正卡2.5萬元 副卡是1.5萬元 所以他的正副卡的權益 是分開計算的 所以年費也是分開收的 第一次申辦呢 一定是免年費 那你是尊育世界卡的正卡 副卡 再加上這一卡的正卡副卡 一年刷滿36萬 可以享有一張卡片免年費 就是正卡先減免 接下來呢 滿第二個36萬 就是總計滿72萬元 就可以享第二張卡片也免年費 依此類推 那如果你是日盛無限卡 跟商務預期卡轉換過來的卡片 你可以享有首兩年免年費 你就不用擔心這個要刷多少錢了 前兩年可以爽爽用 第三年開始呢 就依專屬世界卡的規定來辦理了 你要怎麼解任務呢 很簡單 你可以把這一卡當成是你的主力卡 那不論是去日韓刷卡 或者是你在國內刷卡的部分 都必須要把它當作是主力卡 你拿到的點數回饋會遠高於直接刷這張卡片 那你也可以拿這張卡片呢 來繳保費 一樣也是符合這個門檻的哦 台北富邦信用卡要怎麼刷卡呢 我這邊整理了我自己的使用攻略跟心法 來提供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 如果你是日盛卡來換發的 可以拿到2000元的回饋 這個台北富邦真的是蠻大手禮的 只要60天內刷10萬塊錢 他就送你2000塊刷卡金 那如果你有綁定台北富邦銀行 LINE官方帳號的個人化服務 他再送你50元的刷卡金 那這個刷卡呢 一定只限定於準一世紀卡 就不能夠使用這一卡了 那你有興趣的話可以掃這個QR Code 他們已經有做公告了 接下來呢是這三張 我自己覺得很不錯的台北富邦信用卡 第一個的話呢是台北富邦這一卡 如果你非使用台北富邦信用卡不可的話呢 那他還是可以用啦 那怎麼用呢 提醒你國內消費2.2%的點數回饋 但是呢你需要綁定富邦的數位帳戶來扣角卡費 才能夠拿到最高2.2%的點數回饋無上限 那在日本韓國消費呢 基本上有3%的點數回饋無上限不用登陸 但如果你要多2%的話呢 請你就一定要來做登陸的動作 才可以拿到額外的加碼500點的LINE POINT點數 那他的刷卡額呢 可以湊準一世界卡的門檻 我覺得這點就很不錯了 第二張的話呢是富邦準一世界卡 我把它形容為機場接送跟機場市區的停車卡 非常非常厲害就專門刷他就好了 足印世界卡的三大亮點 市區停車天天3小時 機場接送一年送你6趟 機場貴賓是一年送你12趟 這個就很不錯了 第三張呢是台北富邦考試多聯名卡 在館內消費呢有2%的好多金回饋無上限 那如果你去蜘蛛加油的話呢 可以拿到3%的好多金 就是源泉益2%回饋無上限 再加上1%的加碼 每個月可以拿200 回退呢大概一個月可以刷個2萬塊錢的油錢 都是可以拿到3%回饋的 第三呢就是這張卡片 你新申辦送你500好多金 續約的扣角用這張卡片 一樣可以再多拿500 所以最高一個人就可以多拿到1000的好多金 這三張卡片的話 還是有它的免年費門檻 比如說J卡很簡單 只要電子帳單就免年費 但是足印世界卡呢 就是要一年刷36萬 所以建議你J卡跟足印世界卡一起用一起刷 好市多聯名卡他的刷卡額呢 並沒有算進去足印世界卡 所以你還是得刷個36萬 好來講一下結論 台北富邦impobrial軍運世界卡呢 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個夢想 我很希望能夠拿到這張卡片 但是呢 還沒有準備好300萬之前呢 其實是很難去拿到的 那這一次很難得就是日盛呢 他們開了一個小小的phone 讓我有機會可以去拿到 那當然接下來呢 就是要認真刷好好刷 好好的用它 回饋用好用滿呢 保證不會吃虧 如果你身邊也有朋友呢 對這張卡片有興趣的 也非常歡迎你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他們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如何用卡省錢賺回饋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拜拜